各位老师们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那么今天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再次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有礼形骗天下 分享的是基本社交还有商用礼仪 那么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 可是其实在古代礼跟仪 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可能很多人不是那么的清楚 其实礼它是一个制度 它是一种社会的意识观念 那我们简单基本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思想 那礼它是礼的具体表现的形式 就是一个行为 所以其实在所有任何的事情上面 就是思想影响的行为 有了行为之后 最后就会产生了结果 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社会 其实现在的社会 对礼仪已经非常不注重 一开始我想先让大家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违背到基本的一个实际面 虽然大家社会上已经不那么注重这个礼仪 不过我们来看看钱从哪里来 这是根据史丹佛大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指出 这个数据是提到一个人赚的钱 百分之十二点五是来自知识 而八十七点五是来自人脉关系 那么人脉关系的建立当中礼仪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堂课呢 我希望每位学员都能 透过这堂课 知理懂理用理 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有理呢 就可以行骗天下 那一开始我想送给大家所有 在座的老师们一个见面礼 我们彼此也给大家一个见面礼 待会儿呢 我现在说开始了之后 我想一起所有的在座的老师们 跟着我一起大声的说 你好 你好 我们都很好 我说开始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三句话 来 开始 你好 你好 我们都很好 谢谢这位老师 接下来呢 我们来配上动作 请老师们两两 好 两两 好 两两 这个两个人两个面对面 对 对啊 但是呢 请听我的口令喔 好 待会儿呢 我们右手伸出右手说 你好 注意看喔 您好 然后伸出右手 接下来呢 说你好 伸左手来握手 第三个呢 我们都很好 请你双手来握手 那我说开始 我们就一起呢 配合口令跟动作 一起来做一句话 开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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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很好 好 非常棒 谢谢大家 好 一开始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在下午 下午呢 通常大家会比较容易打刻碎 所以呢 我们稍微互动一下 然后呢 最重要 这个呢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当幕里面呢 会提到握手的礼仪 然后呢 其他一位时间的关系 所以呢 我就截录了敲门 介绍还有电话礼仪 集的比较基本 集的比较基本的部分 来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 好 首先呢 握手礼仪的部分喔 不懂 不懂握手 商场社交舞弊交手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片 相信这个老师一定都看过喔 今年4月 比尔盖茨访问南韩 结果呢 大家的焦点 都已经失焦了 已经不知道 比尔盖茨到底 访问南韩要做什么了 而焦点就在哪里 口袋 对 手插口袋 这个口 这个手呢 左手插在口袋里面 那这一张图呢 还登上了 这南韩的 这个 所有的报纸媒体的 头版头条喔 好 那么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 一个诗仪的 一个社交的礼仪喔 因为 左手呢 他插在口袋 但是 有另外一个小细节 并没有人发现 我把它圈起来 待会呢 我们也在 这个细节当中 会稍微跟大家来提到 这个握手 这个部分 等一下再来提喔 好 那么 刚刚呢 我们一开始握手 右手说您好 国际礼仪 大家都很清楚 然后呢 为什么期待啊 左手 您好 各位知道童君 童子君 他们的握手礼喔 其实是 左手 那么 这是世界童子君 彼此的一个暗号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他们会用 左手来做这个行 左手礼喔 这是源于 童子君 创始人贝登堡 在一次战役之后呢 跟非洲的一位酋长 会面的时候 那时候酋长就伸出他的左手 然后呢 跟这个 贝登堡来握手 表示呢 他右手就拿出来 哎呦我没有好武器 那我们之间呢 就是一个 友好跟和平的情谊喔 所以呢 今天的这堂课呢 我想在座的 我们所有的老师也懂了一个 哦原来 在社交场合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 他为什么跟我伸 我手跟我握手 我原来他是投资君 所以不知道在座的老师 不知道有没有 遇过这样一个情况喔 好 那握手的笔节 当中呢 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 谁伸 伸手 男女主管跟访客 还有问一些高低 来 男女谁先伸手 男女 女生 女生 对不对 好 女士先伸手 好 那么主管跟访客呢 主管 主人 主人先伸手 会接高低呢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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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里小整理呢 就是 女士先伸手 地位高 年长者先伸手 可是呢 有一个问题来了 这个 这个美玉跟朱立伦市长的 就偶尔会碰到面 好 那么 朱立伦市长的 他是 他是 他是男士 对不对 我是女士 对不对 那我们说 欸欸欸 市长好 这样又失礼了 好 所以呢 我们整理的重点就是 尊者先伸手 好 相信大家应该记起来了 尊者呢 女 男女如果说大概位阶 各方面差不多的话 那就是当然就是 女士先伸手 但是呢 尊者要先伸手 我们才可以伸手 好 这是在握手的礼节的部分 那么 握手男女呢 还有不同年 那请一龙老师 您跟这个旁边 这位老师先握一下手 您来看一下 好 那 呃 我们站到前面来好不好 好 好 那位呢 其实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小细节 很多人会在社交或商场面 会 就没有注意到 来我们请两位老师握手 好 谢谢 那这位老师您先旁边 来 我跟尹诺老师握个手 OK 那我们请斯珍老师您跟 尹诺老师握个手 来 请大家看一下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 业尔盖茲跟 南韩总统的这个握手 好 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细节就是 好 我们请斯珍老师先请回座 好 那等一下 云东老师 这位老师这么快乐 没关系我来示范就好了 好 好 男生跟男生的握手 可以五口交握 但是呢 对不起 男女呢 请不要五口交握 这是一个国际语义 好 那么男生跟男生的握手呢 还可以将另外一只手 搭上去 男生跟男生 但是男生跟女士 就请不要再搭另外一只手 好 这是一个国际语义 所以在握手的小细节里面 还有 还有等一下 林邦老师稍等一下 好 在握手其他的细节当中 尤其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 眼神 当我们握手的时候 眼神 请注视的对方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不知道各位老师 有没有握过那种手 你好你好你好 握到手都快断掉了 好 好 所以我们在晃动的时候呢 欸 你好 一下或两下 好 以这样为主 所以不要一直晃动 这是一个 这个细节的部分 还有一个 在社交里面 不知道 女士的老师呢 也会遇过 就是 握手的时候 请注意 这个指尖 不要滑动 不要 千万不要在她的手掌 这是暗示性的 好 所以呢 谢谢林邦老师 谢谢 好 这是握手的部分 敲门的礼仪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喔 这是著名的 美国心理学家 艾伯特赫拉别人 他提出了一个公式 他说 信息交流的效果 等于7%的语言 加38%的语调语速 还有呢 55%的表情跟动作 所以呢 其实人最不会说谎的 就是身体 而敲门呢 又蕴含了许多的秘密 不到各位老师 对敲门喔 这个理由 办公室跟厕所 敲门不一样 各位老师知道吗 不知道 好 我今天学下来了 办公室敲门 各位知道敲几项 两项 两项 三项 好 有一位业务员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完整的 跟大家做呈现 不过呢 这个超级业务员是我们保险公司的 这个top sales 她的姐夫呢 呃 介绍了三千万的case 要给她去签约了 已经约好 要去签约了 结果她到了她的办公室 为了敲门 那三千万没了 那最后她得到的答案就是 这个附上呢 告诉她的姐夫 你小林子把我的办公室当厕所 好 所以呢 各位看一下 办公室因为范围比较大 所以敲门声呢 请你 或者是四声 那厕所因为范围比较小 所以呢 厕所的敲门是 一声就听得到 不知道各位老师是不是有经验 坐在厕所里面 然后有人 哇 那感觉非常不舒服喔 所以呢 厕所的敲门 跟办公室的敲门 今天呢 我们简单的 让大家理解到敲门的礼仪 好 那么介绍的礼仪呢 其实在这边有细项 不过呢 最重要的重点 还是跟大家提一个重点 介绍的重点 是将位阶低等 介绍给位阶高的 我们比较理解的方式就是 假设 云隆老师呢 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然后呢 你带了你的朋友 要去见马英九总统 然后呢 到了马英九总统的办公室之后 这个 这个 坏人老师 这位是马英九总统 这样就 一向大方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马英九总统 所以呢 就是把位阶低的 介绍给位阶高的 这样子大家都很理解